《實況主丁特》與高鴻安等立為舉行推動轉彈法立法記者會 呼籲應建立玩家與平台雙贏呼信 《獵利4 遊戲》對涉嫌抄襲建議遠征的小碗雄《百江傳》等遊戲提告 《俠刀劣志手》三部曲最終版 預計2022 上半年登陸手機平台 CP BL 中華職棒 2021 宣布將於 11 月 26 日終止營運 主打模擬經營玩法的開羅遊戲 推出了全新手機遊戲新作《遊樂園夢霧雨》 這次玩家將獲得一筆巨額的資金 要努力打造一座讓人流連忘返的夢幻遊樂園 一開始玩家只有一塊空地 在簡單的建造旋轉咖啡杯以及彈跳床等設施之後 便可以開始對外售票營業 隨著樂園開始有的收錄 玩家將能夠興建各式各樣的大型遊樂設施 像是雲霄飛車或是碰碰車等等 這些大型設施將能夠讓玩家親自規劃遊玩路線 創造真屬於自己的遊樂天地 賢愛模擬經營遊戲的玩家 趕緊也來打造屬於自己的夢幻樂園吧 Counter Knight 是一款操作簡單又充滿樂趣的動作遊戲 玩家只需要控制移動、防禦和攻擊 並且抓準敵人攻擊的前一刻 利用防禦進行反擊 就能夠順利的擊退沿路的敵人 隨著關卡推進 我們將會需要同時面對近距離和遠距離的敵人 甚至還有會使用多段攻擊的精英 這時候攤刀可是大忌 請小心印證 專心尋找反擊的機會吧 過關後我們會獲得金幣 可以用來強化主角的基礎屬性 也可以選擇學習新能力 最後再拿上一把順手的武器 就可以再繼續踏上刺激的冒險之旅囉 卡片構築玩法的鼻祖Dominion 在近期也推出了手機版本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一名王國繼承者 要想辦法運用手中的資源 和其他繼承者一較高下 遊戲開始時 每位玩家將有一副相同的騎手套牌 其中包含了七張銅幣以及三棟莊園 在輪到你的回合時 玩家要妥善的運用該輪抽起的五張卡片 購買供應區的行動卡 確保自己在下一輪有更雄厚的資本 玩家還能夠運用手中的金幣 買下足夠的得分卡 好在結束時獲得最多的聲望 但也別買得太高興 因為那些卡片在結束之前 可是毫無作用的喔 主打暴力和重金屬的經典傑作遊戲Thomper 最近也加入了Apple Arcade的陣容 遊戲中將操控一名無所畏懼的金屬甲蟲 在強而有力的伴奏下 闖入虛無之中 對抗巨大的空間BOSS 在這漫長的征途中 敵人將設下蟲蟲的機關陷阱 我們需要跟著節奏的提示 準確的使用甲蟲的身體 保護自己免於毀滅 當出現連續的尖刺時 玩家要長按畫面 運用金屬外殼將陷阱通通彈開 若是出現連續彎道時 則需要準確的快速滑動 配合賽道方向傾斜甲蟲 好讓它安全過關 在這扭曲的空間裡 你有辦法成功站到最後嗎 開發各種軍事戰爭遊戲的Extreme Developers 推出了最新的多人競技射擊手機遊戲 現代槍射擊戰爭遊戲 遊戲中我們將拿起各種現代武器 和全世界的玩家們一起戰鬥 目前遊戲開放了三張地圖 市場 地下鐵車站和郊外 玩家可以選擇組對戰或是個人戰 以最終的擊殺數來決定誰是勝利的那方 遊戲中的槍械能夠透過通行陣任務 給予的貨幣購買 還能夠改造升級 提升槍械的精準度和射速 遊戲未來預計還會新增槍械 地圖遊玩模式等更多內容 如果你喜歡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話 可以下載來體驗看看喔 是一款永無止境的節奏遊戲 玩家將來到浩瀚的銀河中操作一台宇宙飛船 想辦法將襲來的小行星一顆顆的擊落 當音樂響起後 玩家要跟著節奏 雙手並用地控制飛船的炮火和方向 一邊對準襲來的隕石 另一邊則需要正確地判斷是哪種顏色的行星 並在他們進入到一定的射程範圍之後 精準地按下炮火才能夠毫髮無傷地撐過 一波又一波的攻擊 試著讓自己的雙手像是DJ那樣 跟上節奏轉動輪軸 徜徉在無盡的心河中吧 想在廣大的世界中自由探索 並將出現在眼前的怪物通通收服嗎 那不妨來試試看這款手機遊戲 《Next Month Extinction》 遊戲中玩家將成為一名年輕的訓練師 在即將從訓練學校畢業的那天 突然受到了暴君的襲擊 使得玩家只好前往附近的城鎮求助 並踏上一段傳奇之旅 在冒險的路上 玩家將能夠與數百種不同的《Next Month》相遇 每種《Next Month》都有著不同的屬性和技能 玩家要在戰鬥中搭配招式 逐步削弱對方的實力 接著使用陷阱將他收服 想要收服全部的《Next Month》嗎 那就掌握好各種屬性 朝最強訓練師的道路邁進吧 全語音劇情加上豐富的舞台動態效果 音樂手機遊戲《偶像大師Side M》 《明日之星》 要讓玩家跟16個團體 49 位偶像一起邁向頂尖偶像之路 遊戲開始就能夠讓身為經紀人的玩家 填到舞台迷人的地方 搭配落下式節奏打擊玩法 加上部分樂曲對應奔唱功能 讓偶像們可以透過2DQ 版的可愛動態演唱 展現精采的表演 樂曲難易度共分為Easy、Normal、Hard、Expert 四種 因為有16個團體 所以歌曲風格相當多樣 提供了玩家豐富的選擇 遊戲中玩家可以透過劇情跟偶像們互動 49 位偶像中不管是大叔、少年、正態 各種屬性應有盡有 想要擁有49 位能唱能跳的香噴噴男子嗎 一起到《偶像大師Side M》明日之星 體驗他們的魅力吧 《動物TD》是一款充滿可愛動物的對戰塔防遊戲 玩家將能夠組一隻使用科技改造身體的動物大軍 提升對抗受到機械改造而失去意識的鋼骨軍團 在對戰中 雙方將各自在戰場上召喚自己的動物軍團 運用動物們不同的作戰特性 搭配地形對抗入侵的敵人 但除了防守之外 玩家還有提防來自對手的干擾 當雙方的英雄在合成升級時 將能夠對敵方的戰場造成不同的效果 像是增加對方需要對抗的怪物數量 或是隨機攻擊對手戰場上的英雄 在這耳與我照的戰爭中 你能夠成功帶領動物軍團 抵抗對手的進攻嗎 將會讓我來自進攻擊對手為充足的地方 使用來自動物的發言 隨時在這 яр重的角色 小龍身上下的線路 要快點 我記得次是 攻擊對手を抗對手的 搭配對手小龍身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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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